梦想,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我是Harley 欢迎来到Harleywood 今天又有好消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了 两周前就在中国新年的前几天 从德国柏林传来第一个喜讯 我们的悬疑短片Black Key 入选了柏林独立电影节 于2月9日到15日在线展映 赶巧误入了贺税打 展映之后呢 2月16日我们就收到了第二个喜讯 Black Key获得了该电影节的评审团最佳短片奖 真是太兴奋了 你们知道吗 是哪位嘉宾宣布我们获奖的吗 可能我一说他的代表作 你肯定就不会陌生了 他就是全力的游戏的 米尔托斯·耶罗·勒曼 这个名字挺长的 我确实也不是全游的那个粉丝 我对他不是很熟悉 那我们看一下 好晚安 组织的专业創作专业 你们都应该很高兴 在这一年都获得很高兴 所以 无关再来 让我们开始 专业的奖务 判写的奖务 是《黑锤》 由Yu Chen Gao 真的没有想到今年的新年礼物 竟然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奖项 在新年的一开始 就给我们这么大的鼓舞 另外 这个电影节 也是我们投报的第一个电影节 因此 希望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运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能够慢慢的收获更多的奖项 在这里 我觉得我特别需要祝贺一下我们的导演 高宇辰同学 他第一次导演短片电影 就获得如此高的认可 我真的感到非常非常的自豪 同时我作为制片人 也要感谢所有的cast和crew 特别是从2019年3月 就开始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主创人员 你们真的太棒了 相信我们将来还有机会再合作 然后拍出更好的短片 我还想跟所有的filmmakers分享的是 只要你有作品 就尽可能的多去参加一些电影节 相信自己的作品是独一无二的 在之后呢 我也想找一个时间 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 关于投报电影节的流程啊 和一些经验 我也想听听你们的一些经验 那今天的喜讯分享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